犯以前最嚴重 膀胱脹得很不舒服 要尿尿不出来 真的去厕所要尿 一滴一滴的滴 攝护腺癌初期是没有征兆的 等到肿瘤变大 腰迫尿道 就会造成排尿困难 贫尿 液尿 血尿 压迫到神经 甚至会腰痛 背痛 而腰迫尿道的症状 和攝护腺肥大雷同 但是攝护腺肥大 和攝护腺癌没有关系 攝护腺肥大算是一种 良性的疾病 在老化的过程当中 当然还有跟一些遗传也有关系 它会逐渐的一个肥大增生 攝护腺癌 它是一种恶性的病变 这两者是截然不同 攝护腺癌的问题 该如何提早发现呢 目前可以透过肛门指诊或抽血 检验PSA 攝护腺特异抗原指数 运用于攝护腺癌的筛检 诊断 甚至是治疗后的追踪 那侦测这个复发等等 很多一些良性的攝护腺疾病 它会有指数会升高的情形 包含良性攝护腺肥大 那攝护腺的发炎 PSA指数只要超过4 攝护腺就有可能是生病了 建议40岁以上男性 每半年做一次筛检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待在新闻花莲综合报导 同样是